265,《文匯報》2015年7月16日報章 A.19中國新聞胡迪原揭秘錄主題原區中國豐滿日泰山演習記 《新巴雪》中文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危夢境上海報導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首次向全球發布創意亮點 進一步揭示胡迪原特色細節 昨日,上海迪士尼舉辦展示活動 首次通過等比例模型 揭曉胡迪原六大主題原區兩點 華特迪士尼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艾格表示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將會是一座獨一無二的度假性地 同時,上海迪士尼更是擁有原汁原味迪士尼 別具一格中國風的特色 據迪方介紹,胡迪原由六大主題原區組成 米奇達街、奇想花園、探險島、 明日世界、寶藏灣及擁有奇幻同畫城堡的夢幻世界 而在這隻主題原區內,多個全球第一項目被囊曲 其中,擁有全球最大、最高、最具互動性的 迪士尼城堡外,全球敵源最驚險刺激的遊樂項目之一 創極速光輪、迪士尼版十二生肖十二朋友園、 全球敵源中首歌以海道為主題的園區寶藏灣等 星戰基地全球唯一此外,設在明日世界旁的星球大戰遠 正基地和萬威英雄總部景點,更是專為上海迪士尼設計 全球獨有,作為內地首歌的園,中國元素在上海迪士尼內亦隨處可見 不論是呈現傳統中式建築風格的萬月軒, 還是首次融合中國雜技的泰山表演, 無論是結合迪士尼文化與經典中式文化的迪士尼小鎮, 還是即將上映全球首歌普通話版本的白老會熱門音樂劇《獅子王》, 這些活動都充分體現了迪士尼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 讓遊客感受到不一樣的體驗,同時, 在探險島、精彩其項、明日世界等項目中, 均包含了為中國遊客特別設計的活動內容。 上海迪士尼表示,度假區的設計充分考慮了中國消費者的旅遊習慣, 期待遊客在這旅點良心中期夢, 迷惠維尼錯拼漢語拼音華特迪士尼幻想工程華人文化分析師徐昌介紹, 迪士尼團隊在打造整個上海迪士尼項目過程中, 尊重迪士尼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人員意見, 例如在項目的命名工作中, 蜂蜜項目就是運用了漢語中和音字的技巧, 內營造迪士尼經典營像小熊維尼愛蜂蜜蜜 卻又總是拼錯字母的效果, 華特迪士尼幻想工程創意執行副總裁羅伯特·魏斯則表示, 公司採用了很多內地的人才來更好地表現中國文化, 希望打造七級引更多中國或喜愛中國文化遊客的頂級樂園, 同時,他認為由於迪士尼內部所有標誌性的建築, 人物一目了然,不存在只有中國文化而沒有迪士尼特色的疑慮, 而在將來的樂園中,普通話表演、普通話老標,指示牌將應有進有, 這將有助於本土遊客進一步接觸了解迪士尼,資料顯示, 上海迪士尼於2011年4月開工,度假區規模為3.9平方公里, 其中主題樂園1.16平方公里,最快於明年春季開園, 六大主題園區簡介米奇大街,全球的園中首歌以米奇和他的歡樂伙伴們為主題設計的營賓大道, 遊客們將能和迪士尼公仔熱情擁抱,合影留念, 幻可以在大街購物郎購買心儀的紀念品,騎上花園,讚眾大自然的奇妙和想像力帶來的快樂, 其七片神奇小花園讓遊客忙及陳竅,幻想曲旋轉木馬,小飛像都將大級遊客無盡歡樂, 觀賞園區旅環友像城堡舞台秀者類的士尼標誌性演出,夢幻世界,其創造靈感來自於迪士尼的動畫電影, 他將視樂園中最大的園區,也是宏偉壯麗的奇幻同畫城堡所在之處,探險島, 讓遊客們置身於新發現的遠古部落中,探索神秘世界,發現深藏的寶藏, 遊客們或在古蹟探索營走出自己的探險之路,或在無場飛越地平線旅橫跨世界和時空, 探索一隻龐大神秘具修所在的黑暗領域,寶藏灣,是全球的士尼樂園首歌以海道為主題的園區, 讓遊客可以參與到傑克船長和大圍,瓊斯船長的冒險中, 加勒比海道沉落寶藏之戰利用尖端的機器人、動畫、報警及多媒體技術 將水在城楚項目變為驚險刺激的大冒險, 明日世界,充滿了無盡可能並展現出未來最光明的願景, 新的星際探險項目巴斯光年星際營救帶領遊客們勇往直前, 超越無限,噴氣背包飛行器讓人們突破重力束縛, 創極速光輪包括在巨大的半透明和頂建築下, 幻化光、皮、光彩,吸引遊客跨上兩輪光輪摩托隊來, 挑戰全球迪士尼樂園中最緊張刺激之一的過山車項目, 記者危夢境整理。